黑男子双手紧抓公车站牌 先是左右望再来用力拔 只见公车站牌摇摇晃晃 差一点就被连根拔除 网友说这阿贝太猛了 力大无穷是在拔石中剑吗 尽管最终没有得逞 但底下的水泥基座都被毁损 被人拍下影片检举 不知道屈心何在 第一次那个大叔可能力气太大 重回现场找到当时搞破坏的阿贝 就是公车站旁店家 他说站牌设在店门口 搞得自己没车位可停 更不满等车民众乱丢垃圾 造成脏乱 陈勤迁一多次都不了了之 气到干脆自己动手 这个公车站牌已经设置多年 前阵子因为路面刨除暂时移除 没想到裁钢装设又被阿贝猛拔 但这动作毁损公务 还得面临相关罪责 见谎家父母彭新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